高加索地區的雙亞再度爆發衝突 雙方已經有超過三十人喪命 二污戰爭衝擊 德國經濟呈現負成長 部分企業開始攻擊非核政策 泰國部分海域浮游植物大量增生 魚被缺氧死亡 海水惡臭 新聞全球花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首先要來關心 因為進口雞蛋政策 飽受各界質疑 農業部長陳吉仲 已經在昨天晚上宣布請辭 今天就是他最後一天上班 部長任期只有短短五十天 上午他在一場頒獎典禮致辭的時候 語帶哽咽 並且激動落淚 最後一天 當農業部長陳吉仲 上午參加農經獎頒獎 身為頒獎人的他反倒獲得不少得獎人的擁抱 在致辭結束前 本來要感謝農會照顧農民 卻一時哽咽 臉上掛淚 典禮前陳吉仲部長先接受媒體聯訪表情看起來輕鬆對外界持續質疑進口但流向他沒多做解釋自認政策沒錯而是沒花時間對抹黑攻擊做更有效的回應但他還是決定請辭為了讓同人好做事 我今天離開了那或許因為我個人而相關的攻擊力道會大幅度減少所以農業部的同仁一定可以更好好的做事情農業部下午為他舉行席別會包括產業代表嘉義縣長翁張良都特地北上參加 此次協助雞蛋進口的捕豐公司董事長鄭伍岳也出席他說當初全球禽流感嚴重一旦難求能有蛋已經是很好的事 而他也為外界的批評替農業部報區 雞肉我在加工廠我也要庫存 庫存有的時候我也要報費 這是一定的事情 所以我感覺到這個為著這個蛋遭受到這樣的困難很不公平 原本也受邀的續產會董事長林聰賢 後來梅先生接受媒體電訪時表示單純的是只要去除政治口水很容易釐清 而他決定共進退 父母務農的陳其仲 二零一六年入閣擔任農委會副主委 二零一九年一月接任主委 今年八月再出任升閣的農業部首任部長 上任五十一天下臺 二十一號起 陳部長將回歸陳教授 在農業部門七年多最後不敵進口雞蛋爭議 席別會最後他對農業部同仁表達感謝 下臺一鞠躬 記者林金梅陳柏玉台北報導 雖然大家現在不太關注新冠疫情 但是其實每天都還是有死亡病例 尤其是年紀比較大的高危險群 而疾管署今天宣布第一批莫德納XBB疫苗 這兩天就會到貨 下週二開始將會優先開放六十五歲以上的民眾施打 最快在十月九號開放全民接種 XBB疫苗確定下週開打 疾管署宣布因應新冠病毒株演變 目前國內外疫情仍持續 而且以XBB為主流病毒株 為了防堵秋冬疫情再起 從九月二十六號起將分三階段開放民眾接種莫德納XBB疫苗 首波優先接種對象為六十五歲以上高風險族群 XBB點1點5的疫苗是一個新的疫苗 對於這個65歲以上的民眾 事實上如果打了之後 對於他抵抗這個傳染力 還有這個併發症都有顯著的提高 疾管署表示為了提升長者免疫保護力 才會列為首波接種對象 十月二號起開放醫護人員接種 十月九號才開放給全民接種 提供給滿六個月以上兒童青少年級成人 經醫師評估可接種一到兩劑 不過有基層醫師擔憂 近期新冠疫情趨緩 長者恐怕打氣不佳 而為了鼓勵高風險族群接種 六十五歲以上長者每人可領五百元畏教品 及實際家用快篩試劑 機關署提起民眾 十月正好也是公費流感疫苗 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開打的時程 只要經醫師評估就可同時接種 不需間隔 首批莫德納XPP疫苗 這兩天會到貨 大約一百三十二萬劑 到今年底共有六百萬劑抵臺 記者 太報道 繼續要帶您看聯合國大會總辯論 在美東時間十九號登場 我國友邦巴拉圭 貝里斯 伯劉和瓜地馬拉 都為臺灣發聲 力挺加入聯合國 捷克總統則是公開譴責 中國的軍事行動升高台海緊張 上個月才剛就職的巴拉圭總統貝尼亞 在聯合國大會總辯論出登場 就力挺臺灣入聯 加上瓜地馬拉 帛琉以及貝里斯 我國友邦元首都提到支持臺灣 不該被排除在外 這組織要禁止一國像台灣 華為德納馬拉 博留以及貝里斯 無國友邦元首都提到支持臺灣 不該被排除在外 這組織要禁止一國像台灣 我們要求全國聯合國 和所有黨員在台灣的聯合國 尤幫也敦促聯合國保障台海和平 與穩定 對臺友善的捷克總統帕維爾也公開發言 譴責中國在臺海的軍事行動 是首日為臺發聲的非邦交國代表 除了臺灣入聯議題 十一月有美國主辦的 APEC領袖峰會 以聯邦眾議員 古登為首的二十五位共和黨 及議員 再度致函給國務卿 布林肯 要求邀請總統參議員 參加峰會 認為臺灣應該獲得 APEC成員國同等待遇 古登幾個月前也致函過相同的議題 但是目前 國務院沒有對此作出評論 記者 韓英朋友 珍利報導 也是在聯合國大會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在演說當中呼籲全球團結 懲罰俄羅斯的戰爭罪行 美國總統拜登則是強調 美國對中國的關係是去風險 並不是完全脫鉤 因為雙方在氣候變遷 還有AI 人工智慧等議題上 都必須要攜手合作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十九號 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說 這是二零二二年二月 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 澤倫斯基第一次親自出席 聯合國大會 在演說中 重申俄羅斯把全球糧食短缺 當作武器 也譴責俄國綁架 烏克蘭兒童 顯然是種族滅絕的惡行 泽倫斯基演說時 鏡頭捕捉到俄羅斯代表低頭滑手機 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美國總統 拜登的演說 拜登呼籲全球領袖團結 向俄國清楚傳達美國盟國 不會放任戰爭持續 而拜登也提及人工智慧的前景 以及氣候變遷的威脅 藉此說明和中國的關係 並非全然斷絕 而是在去風險的前提下 在重大的全球提議上 還是可以相互合作 烏克蘭戰爭和美中衝突是本屆大會的焦點議題 但成員國更關注氣候變遷 以及經濟危機帶來的威脅 聯合國秘書長古提瑞斯透露 在個別的元首峰會上 各國的領袖都提出相同的擔憂 包括巴西 印度和非洲各地在內的國家 至今也尚未對俄物戰爭表態 甚至加強和俄國的經濟往來 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 提到俄物戰爭 俄羅斯傭兵集團瓦格納在最前線作戰 有些人在退役之後也罹患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一名軍人本來是關在牢裡的囚犯 快要出獄的時候接受瓦格納招募上戰場 半年之後雖然留著一條命回到俄羅斯 卻是完全迷失了生活的方向 坐在地上跟治療師玩心理學棋盤遊戲 四十六歲的費奧多羅夫 曾為瓦格納集團效力在烏東巴赫姆特戰鬥 費奧多羅夫原先是囚犯 服刑長達二十五年 前半輩子幾乎都在監獄度過 他原本沒想過要從軍 直到服刑最後階段瓦格納來招募 費奧多羅夫強調他相當愛國 於是跟著瓦格納到前線血腥交戰六個月後 活著返回俄羅斯 但退伍後他罹患了創傷後壓力症後群PTSD 不知道該怎麼生活 事實上有PTSD的不只費奧多羅夫 從前線退下的二軍各自出現不同狀況 有人回國後長達兩個月無法好好說話 法新社報導俄國政府要這些軍人賣命 但他們離開戰場後 卻沒有獲得足夠的心理援助 社工資源得依賴退伍 五軍人聯盟和其他團體協助 才接觸心理復健 但即便如此 部分退役的瓦格納士兵 至今仍堅信 對烏克蘭開戰的行為正確 並且批評有些俄國人 對戰事莫不關心 公視新聞算您編譯 這新聞猜猜看的題目 就在剛才的報導裡 馬上請劈率來告訴大家 2028年的夏季奧運將在美國洛杉磯舉辦 當地政府現在集中心力處理的問題 不是興建比賽場館 而是安排平日在街頭討生活的大量遊民 未來一年之內將會投入高達 三百九十億新台幣的經費 讓街友從帳篷搬進類似社會住宅 但是當地許多民眾 對於長期效果並不看好 以下就是公視國際記者張翰 來自美國洛杉磯的報導 您現在看到的是洛杉磯的Ski Road 也是洛市最貧窮 最髒亂最危險的區域 街友在這一片區域出現 已經有超過一百五十年的歷史 舉凡經濟蕭條 戰爭和疫情 都讓這邊的情況變得更加嚴重 街友盤踞街頭也成為洛杉磯市政的一大難題 洛杉磯縣市是美國街友問題最嚴重的都會區 街友人數近年是以每年將近10%的態勢增長 也就是說即將三度舉辦奧運的洛杉磯 廣銜亮麗的背後其實有令人感傷的陰暗面 若是新市長Karen Bates來自基層家庭 就任第一天起就瞄準皆有問題 如今九個月過去 Bates現在宣布已經籌備完成7000個單位的可負擔住宅建計畫 希望緩解洛杉磯的住房危機 這是一處即將完工 未曾經流落街頭長期病患所準備的社會住宅 也是弱勢加速解決 皆有問題其中一環 市府現在在接下來一年要準備投入13億美元 大約390億台幣的經費 來協助解決街友盤踞街頭的難題 市民給予肯定但心中不疑惑 有市民希望能看到的是長期解決方案 目前弱勢各項安置街友住宅計畫正加快進行 困擾弱勢超過百年的街友霸街問題 是否因為這一次大刀闊斧得以翻轉 還是不久之後又固態附謀 值得進一步觀察 公視國際記者張翰宋小雲 美國洛杉磯採訪報導 德國是全球第四大 也是歐洲最大的經濟體 但是俄烏戰爭引發的能源短缺 嚴重衝擊經濟發展 今年將會呈現負成長 而好不容易實現的非核家園 也因為企業用電成本大增 逐漸出現了扼殺工業發展的批評 對德國政府形成極大的挑戰 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 將來以出口豪華汽車和高端工業機械 傲視全球 不過一場烏額戰爭 卻讓德國工業備受衝擊 歐洲領頭羊的風光不再 德國第二大化學品公司銀創集團 執行長認為烏額戰爭以及中國經濟放緩等外部因素 讓德國工業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但政府錯誤的決策 譬如改向美國進口昂貴的液台天然氣 堅持廢核的能源政策 則讓企業成本大增 導致投資卻步 工作機會流失 進一步讓德國去工業化的風險升高 儘管面臨企業強烈反彈 德國依舊在今年4月間 關閉最後三間核電廠 正式終結核能時代 並計劃到2045年 實現碳中核的目標 為了邁向永續能源 同時減輕企業壓力 德國政府打算以補貼方式 為工業電價設上限 但這項電價補貼政策 再度引發質疑 因為在電力短缺 必須向法國買電的情況下 缺口只會越補越打動 產業的競爭力也無法提升 目前德國因為出口不振 通膨高漲 整體經濟已經連續三季 呈現萎縮 IMF和歐盟都預測 德國今年將呈現副成長 旗日的歐洲經濟火車頭 能否重返榮耀 將呈銷自政府最嚴峻的挑戰 公視新聞則惠明編一 另外在中東國家伊朗 去年的投金示威到9月 就屆滿一年 而在短暫獲得全球關注之後 現在道德警察又重返街頭 國會也正在討論立法 對沒有帶頭巾的婦女加重處罰 但是伊朗目前的通膨率高達50% 許多民眾表示 他們現在更在意的是如何填飽肚子 無論是德黑蘭的大市集 還是人來人往的街頭 都可看見有些婦女並沒有帶頭巾 伊朗庫德族女子阿米尼 去年9月間 因為沒帶好頭巾被道德警察逮捕 在拘留期間身亡 引發全國大規模的示威潮 要求還給婦女應有的人權與自由 如今一年過去 不僅道德警察將重返街頭巡邏 國會也正在討論 將通過更嚴格的立法 演成未代頭巾的婦女 然而對生活困難度的老百姓而言 眼前更破切的問題 已經換成如何擺脫經濟危機 伊朗目前通膨高到50% 火比去年以來重點6×6 民眾報應物價每天都在漲 市集裡逛街的人也大多只看不買 伊朗強硬派領袖萊西2021年上台後 曾承諾將改善經濟 讓窮人翻身 但伊朗經濟卻每況愈下 當局指控 這都是美國敵人制裁的後果 分析認為 如果伊朗政府持續在投金問題上做文章 不先設法解決經濟危機 恐怕將引發民眾更強烈的不滿與反彈 社群媒體X也就是本來的推特用戶可以注意一下這個消息 X平臺老闆馬斯克在星期二表示 為了減少扶爛的機器人賬號 正在考慮向所有用戶收一筆月費 花崗出口就引發強大的反彈聲浪 許多人揚言大不了不用了 才將推特改名X並宣布要讓X變成超級應用程式的馬斯克 又有新構想 他十九號跟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會面時表示 為了減少扶爛的機器人賬號 可能會向X平臺的所有使用者 收取小額月費 馬斯克表示他接手經營後 X平臺用戶大幅成長到五點五億 不過機器人賬號問題仍難以解決 這些假賬號在X上散播種族仇恨言論 導致廣告商抵制 平臺七月就損失一半的廣告收入 X目前已向藍勾勾賬號收費 但馬斯克認為如果改成所有用戶 都要繳小額月費 將增加假賬號的註冊成本和難度 讓幕後公司知難而退 馬斯克常常脫口而出一些想法 事後沒有執行 不過收費消息傳出後 已掀起X平臺用戶反彈 部分使用者揚言 如果要收月費 就會離開這個平臺 甚至有人抨擊 收費將成為壓垮X的 最後一根稻草 目前馬斯克還沒提出 收費措施的進一步資訊 公視新聞率您編譯 介紹帶您看 泰國仙羅灣的部分海域 受到浮游植物大量增生的影響 讓海裡的魚被類 因為缺氧而死亡 不但沿海養殖區 損失慘重 海水更是不斷地散發惡臭 有專家認為 元凶就是氣候變遷 導致海水溫度升高 從高空往下看 海洋明顯分成藍色與綠色 兩種不同的色澤 其中綠色的部分 還有漸層的變化 這裡是泰國東部春五里府的縣羅灣 海洋科學家波卡瓦尼奇表示 這是浮游藻華的現象 嚴重污染海域 所謂的浮游藻華現象是浮游生物大量繁衍會消耗掉海中的營養跟物質呈現綠色 一旦缺乏光照死亡 會沉入海中自行分解 但在分解的過程中 也會導致海中的氧氣被吸收缺氧 並且呈現不同的綜合色 而海中海氧量降低 就會影響海洋生物 導致魚類貝類因為缺氧大量死亡 鮮羅灣當地沿海 260多個蛋菜貝類養殖區 超過8成的貝類 因此死亡 臭其沖添 根據泰國漁業部2021年統計數據 春無禮服每年都能生產2086噸蛋菜 價值約一百萬美元 而藻花現象讓養殖業者損失慘重 公認新聞陳盛秉 每年冬天在巴西的東南部 坐頭鯨會來到大西洋沿岸繁殖生產 研究人員就把他們對話的聲音錄下來 聽起來就像唱歌一樣 有高低起伏的旋律 從空中俯瞰 鯨魚媽媽正帶著鯨魚寶寶 徜徉在海面上 享受美好的親子時光 每年冬天坐頭鯨都會來到 巴西東南部的大西洋沿岸交配產子 研究人員此時會趁機出動 偷偷將他們對話的聲音錄下來 戴著耳機聆聽鯨魚聲音的研究人員 臉上不禁露出愉悅的笑容 他究竟聽到了什麼秘密呢 原來鯨魚的聲音聽來像吹著口哨在唱歌 有高低起伏而重複的旋律 除了捕捉鯨魚的歌聲 研究人員同時會利用無人機 從空中拍攝鯨魚的動態 研究人員發現 當鯨魚碰到壓力時 他們會游得更快 也有可能從直線前進 變成朝不特定的方向移動 而非法抓捕 繁忙的海上交通 以及海洋污染 都是鯨魚當前面臨的威脅與挑戰 所信巴西政府在國際鯨魚委員會 禁止商業捕鯨後 便立法不准在巴西海域獵捕鯨魚 讓當地做頭鯨的數量顯著成長 目前估計超過2萬隻 公視新聞則會名片1 現在要再把鏡頭交給批帥 揭曉今天新聞猜猜看的答案了 高加索是位在西亞與東歐交界處 黑海跟離海之間高加索山脈的地區 也是西亞古文明的發源地 今天的答案是2 你答對了嗎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公視新聞全球話 我是黃明明 我們明天再會 你答應您甚麼時候 真的嗎 真的嗎 這是我 你答應